去年台北股市大漲 到底台湾最有钱的人是谁呢 富比市公布最新2021年 台湾富豪排行榜 台湾最有钱的人 不是上市柜公司的老板 也不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而是由鞋王张聪渊 他成为大黑马 拿下第一名的宝座 而张聪渊有神秘鞋王的称号 为人非常低调 年业额破亿的工厂 就隐身在云林的乡下 郭台铭吧 郭台铭吧 张庄毛吗 民众通通都答错 2021台湾十大富豪排行榜出炉 台湾富豪出现大黑马 答案揭晓今年台湾首富换人当 鸿福实业的创办人张聪渊 和他的家人 以总资产130.8亿美元 拿下第一名 也是台湾唯一总资产 突破100亿元的富豪 张聪渊拥有全球第二大运动鞋 制造代工厂华丽集团 他的客户有Nike Converse等 今年在中国大陆深圳上市 2020年尽力高达人民币18.8亿元 但台湾血王超低调 工厂就隐身在云林的农地上 就连云林人都没听过 所以他在帆布鞋的市场领域 是相当大 那也因为 因为这个Converse的品牌 导致说他的年营业额 这么高的一个情况 2021年富比市公布的台湾排行榜 也是大洗牌 而三名分别是国泰金控董事长 蔡宏图蔡政达和富邦金控蔡明忠蔡明星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去年名业第四 今年资产70亿元 名次下滑到第六名 台湾的生技产业 也像明日的排集点一样 一定会绽放光芒 2021年富比市台湾富豪榜 一出炉就跌破众人眼镜 排名大部分是集结家族总资产共同计算 对于郭台铭等单枪匹马的企业家较为不利 但以一己之力力抗群雄 让人一窥富豪的口袋深度 东森财经新闻 林皓宇 这边则是企业当中的父子 斗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 东元将在5月25号股东会 要全面改选董事 推举新任董事长 眼看这个月有时间就快要到了 我们独家掌握到最新画面 以东元第三代黄玉仁为首的改革派 提名七大董事的合照首度曝光 甚至前台积电代理发言人孙又文 都亲上火线 向股民喊话 要替黄玉仁争取更多的迎面 东元改革派 以黄玉仁为首的七大战将 董事候选人 卢山真面目独家在镜头前曝光 东元集团的资源 其实是可以更整合 我们相信它可以更好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的技术的 一些突破的机会 东元股东会升不到一个月就要开战 连盛创科技财务副总李明轩 环球水泥总经理侯志生 和前台积电代理发言人孙又文 在接受改革派董事提名后 受刺露脸站台 面对一个世界级竞争的机会跟挑战 我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愿意接受提名 孙又文一字一句将出新来威 面对黄玉仁出招步步紧逼 华兴丽华董事长焦又伦也隔空喊话 当初投资东元是黄玉仁牵线 说这是家好公司 但现在却为了争一口气 把家给烧了 绝对是玉石俱焚 公司派不是省油的灯 同日公布十大股东名单 保家集团持股25.7% 华兴丽华持股9.7% 加上黄茂雄秋纯芝等个人持股 至少四成股权在握 而改革派除了有东元阿嬷一成股权 25%外资 股可拿下一半 加上灵光持股和征求的威托书 目前也有望突破三成 双方势均力敌 马达应该可以做得更轻 做得更小 这样他才能够进入到更多的应用 他能够进入到更多的市场 终极目标就是要让东元马达无所不在 东元父子斗商台面 双方各自出招寻求支持 谁胜谁负 5月25号股东会答案揭晓 东森的新闻终于人宏佩瑜综合报道 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了 你会带妈妈去哪里玩呢 可以到阳明山走一走 现在刚好进入绣球花季 不少花田的绣球花都已经开出了五成以上 有的将绣球花园区打造出异国风情 有的则是设有户外的咖啡厅 我们也特别到阳明山上拍下美丽画面 商家都准备好迎接游客 天空蓝牛奶白还有淡粉色的绣球花 一团团花开绽放 在占地千坪的土地上 谱出了浪漫花海 花海田中还有特殊造景 像是这一张藤边的爱心造型座椅 不只充满南洋风情 还有绣球花的点缀 已经成为游客们最爱拍照的经典之一 另一头则是日本风 千鸟居旁边还有水池和许愿树 让游客奇愿已经吸引不少人席家带卷 来彩店当网美 不错 好美 真的好 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是照相的景点 我们刚刚就马上打卡 打卡 我这边花很多 很漂亮 就想要请阿公阿嬷来一起看花 今年的绣球花 因为我在冬天有做了苏枝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的绣球花矿 会比其他场域来得早 然后也特别大多 依据母亲节到520以后的人潮 应该会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而另一家花田则被宝蓝色 还有紫色的寿球花填满 看起来别有一番感受 夜夜夏日不想一直晒太阳 在这里我也可以点份轻食和咖啡 坐在户外欣赏寿球花 享受美好的午后时光 我们来过来了几次 发现这里是竹子湖最佳的 那个赏花景点 家庭聚会我们也会考虑来到这里 因为这里真的是很棒 说求花季到美美的花田加上特色园区 也成了母亲节带妈妈们出门的最佳去处 看完美景来吃美食 大家到日本餐厅吃鰻鱼饭 起码一餐要三四百块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鰻鱼外销比较少 加上富裕有成 国内价格下降了 国道服务区就推出了 限电限时的鰻鱼便当 只要128块钱就可以吃得到 很多民众行经国道 都选择来这里稍作休息 顺便吃鰻鱼饭 再关注的是最新消息来提供给您 有一个家具卖场的最新在内湖 是开幕之后 引发了非常多的人去朝圣排队 尤其餐厅部门到现在还是天天爆满 看准这庞大的商机 日本家具卖场宜德利 也首度在日本开牛排餐厅了 虽然还没有进军到台湾的计划 不过也让人不免联想到 两大家具卖场是不是在隔空开站呢 什么辣椅鱼饭 后切牛排一到话下 汤汁跟着流出来 一口送入嘴里好满足 上桌鱼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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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第一次進軍餐飲事業 宣在東京和神奈川縣 開啟超平價牛排館 一塊牛排250台幣 漢堡排180台幣 雞排更只要台幣130元 好 吃到嘴裡不斷喊著歐一戲 只可惜台灣還吃不到 但這回端出牛排大餐 無疑是要跟對手IKEA宣戰 號稱比連還要大的 重量級戰斧牛排 可是現在Top1的明星商品 而這份瑞典肉丸搭配藍莓醬 一年甚至能賣到1900萬顆 IKEA把台灣當作熱食部的主力戰場 因為台灣餐飲業績占營收高達12% 這比例可是IKEA全球No.1 就一個地方可以 又可以購物又可以逛街 選擇性變多了吧 就吃的東西又可以逛家具 超市啊然後生鮮食品啊什麼的 然後又多了美食街 熱食部門呈帶路機 著名的例子還有美食賣場Costco 比連大的披薩年賣1.35億份的熱狗 都被點名是非吃不可 雖說各大賣場不務正業 但賣其美食也不輸正 反倒創造二次商機更會賺 東四年新聞綜合報導 今年全台灣受到疫情影響 旅宿業者受到了打擊 宜蘭礁溪有一家四星級飯店 也宣布要暫時歇業整修了 資遣48名員工 可是大家想一想覺得很奇怪 因為疫情導致東部國旅爆發 這飯店怎麼會歇業呢 根據數據的統計 宜蘭有242間的旅宿 但光是礁溪有127間 競爭非常激烈 加上疫情影響 已經不只一家飯店 在最近暫時歇業整修 礁溪每到假日 溫泉公園和商店街 都被旅客擠滿 但其中一間位於礁溪的麒麟大飯店 近期卻傳出疑似因為疫情 要暫時歇業 我們針對167間的客房 會做一個全面的改裝 那預計明年2月這邊會做一個試營運 麒麟大飯店因為樓層較多 入住高樓層打開窗戶 視野很好 這次大整修飯店員工去向 也受到關注 那其實在勞資雙方都是達成共識 那順便同意也是之前大概48位員工 那我們在飯店的部分 也會協助員工這邊做一個 工作的一個推薦介紹 另一家世紀溫泉會館在礁溪當地經營13年 也在去年4月宣布暫時歇業整修 歷經半年完工 當時有42名員工合法資遣 這兩家飯店歇業的理由疑似都因為疫情旅客減少 但疫情期間東部旅遊相當受歡迎 怎麼會有客源不足的問題 原來在宜蘭的旅宿總量242間 礁溪就佔了127間競爭激烈 所以許多業者乾脆趁疫情期間進行翻修 降低機會成本 針對我們縣內四星級飯店 他針對要休業的情況 我認為這是屬於個案問題 經營轉型的模式要有所改變 我們在疫情發生之後 從去年2月到現在 我們旅館總數現在是242間 不過在疫情這段時間 仍然增加了10家飯店 雖然受到疫情衝擊 還有太魯閣事件影響 宜蘭旅遊人潮有明顯下滑 但是從疫情期間飯店數不減反增 還是可以看出 東部旅遊住宿整體上 還是相當受歡迎 東四新聞代志堅許英奇王緬駿 宜蘭報導 香港人館總數不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